這是深水埗桂林街街市 另一宗我不播片了 另一宗是澳門 不知道是不是天口慶 有影響 天口慶 人們會暴躁一點 人們會暴躁一點 亦都不排除 有些說不出的抑鬱結 我們當然會知道政治 經濟上 可能會影響一些人 但有些阿姐 或者有些人 他完全 他真的不理會 我跟大家說 我認識有些人 現在還以為是林鄭月娥在做特首 你能不能相信 有些人是完全不理會任何事情 就算是我們的網友 有多少人知道人大是甚麼一件事 都未必知道 如果去到 誰是特首都不知道 其實也很幸福 又不知道世界上發生那麼多事 但仍然他去到這樣 在北京異地的社會氣氛在北京不覺 因為大家都 負面情緒 他都會有很多 屈結 於是 一踏就爆了 所以有這麼多 街頭吵架 大家當然都會覺得是對的 但現在就去到沒有討論的空間 譬如 有個阿叔 指著那個小妹妹 妹妹可不可以讓個位置給我 那個是在關外座的 其實我覺得這裏很涉及很多東西 就是那個態度如何 那個阿桑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但是那個小妹妹可以第一時間 我為甚麼要讓給你 這時候就是這樣的 於是為甚麼呢 反對關外座 首先我反對關外座 我認為關外座應該廢了 沒有關外座就好好的 沒有那麼多吵架 不是香港 全世界都是 但是你那些 總而言之永遠廢佬就是廢佬的 他就不會看你那個小妹的反應 永遠 年輕人不行的 他就不會看 阿伯原來很強壯沒有東西的 原來那個女生 抱著一個BB 他又不會看那個現實的 總而言之就總而言之 有一個立場 一定是廢佬不對 或一定是那個小妹不對 所以 我們要多說一言不合 很多時候就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剛才我在街市 看了兩次 其實 不知道為甚麼街市吵架 那個是賣榴槤的 那個客人 大家互吊就好閒 那個客人就推了 那個賣街市的阿姐的客人 大家也看清楚 其實是那個客人先動手 當然這個動手是推的 那個阿姐是好冷氣 他在這裡叫他做火雞車 我不知道為甚麼叫他做火雞車 你有沒有想到拿兩把榴槤刀 就叫做火雞車 他又想到火雞 好了 於是他就說 你會來啦 我沒有個仇氣你動我 就跑去 榴槤湯 叫你們倆去拿東西 同一時間 另外 火雞車應該是拍檔來的 又說你幹什麼打人 就說他 於是那個 那個 不是小法 那個客人 就拿個掃把出來 其實跟著他才拿掃把出來的 當然啦 火雞車拿了兩把榴槤刀過去的時候 就好在有個同事 在那裡 跟他那個掃把友在那裡互吊 如果不是他都很難下台 好了 現在似乎我不知道警察有沒有抓人 這段影片 會不會看到這段影片來抓人呢 我覺得這段影片最頑端的就是 拍那個就很鎮定 旁邊就更鎮定 完全沒有說他會退出 旁邊的人 碰完碰過 那些阿婆阿伯阿叔叔 即是會打路走 不能打路走 甚至乎有時候 上刀火雞嗎 有時候走都會去看看 我不要說打架 為什麼你跟吵架都去看看 是吧 吵架你有沒有沒事 直接吵架你有沒有 好像每一天都見過七百六十八次 你正常吵架你都 嘩 吵架我 都看一眼就先走 沒有 吵架你有沒有 直接生活如常 好想定 好了 吵架你跟著 最好笑的 吵架完膠了 那個阿姐 即是那個 賣東西和人吵架的 她說 沒有東西 又撿回去 有一個買送車 又走啊 是吧 好在真是沒有動手動腳 真是大動作 你說為甚麼呢 是吧 你敢做生意 怎麼做生意 但我很奇怪 要學聰一點 我看到網友都這樣說 喂你整個榴槤飛的 是不是可以了 你要是拿刀 誰先動手 你這樣拿兩把刀 砍不砍 如果七人刀你都是甚麼 你都是糟糕的 自己虧了 做生意 很難說的 因為真的被人動手 被人推的 人是很 很奇怪的 我現在 很少跟人吵架 如果跟人吵架 亂吵架 他一推我就真的沒辦法了 這下 一定還拖的 你沒辦法 用甚麼我不想還拖 你那邊要打工 是吧 另外 橫琴 這件事是甚麼事 首先 有影片流出來 警員執法期間 抓住一個女人的頭髮 澳門治安警察局回應 經過初步了解 涉事警員的處理方法 實在有不妥之處 會就事件展開調查 如果發現任何違規 將會依法處理 我們先看看一張照片 先看看一張照片 反而我們先看看一張照片 好了 究竟是怎樣呢 最左邊 有人在吵架 接著中間那張照片 其實他還有一些 其實這個女人想走的 於是 這個 事安警 就抓住他的邊 然後拖住他的邊 然後把他拉回去警方 落口宮 好 回來 即是執法 我不明白澳門施警為甚麼會覺得他有存在不妥 如果我回應就是 的確有改正的地方 例如下手扣 我們會擇 警員 去注意事項 但在那時候 電光火石之間 你抓他的手和頭髮 有甚麼特別不同呢 譬如你沒有抹葉 或者你不記得用抹葉 你拉著他的褲和裙 咬著他的手和他抓著頭髮 大家覺得他抓著頭髮是嚴重的嗎 可能有些人覺得這樣是比較侮辱的 我覺得他抓著頭髮是正常的 我支持你 澳門施警 好了 他有改善空間的 但不算是甚麼大件事 但是你只是看這些人吵甚麼 首先不知道他們是甚麼吵的 我看一段影片 加上文字描述 我終於教清楚是甚麼 首先 一開球 在的士站有兩條女兒 吵架 我想就是欠的士上車 OK 有一個白衣短髮女 跟一個白衣頭髮女 剛才被人抓的 就叫做白衣頭髮女 搞清楚 白衣短髮女 追打白衣頭髮女 追打 有個男人 剛才帶一幅圖 左手邊 出來勸開他們兩個人 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黑衣女子 又出來參戰 就扔手袋 OK 好了 首先 就打扔中了 那個勸交男人 然後這個黑衣女 就跟那個白髮短髮女 一起打到 倒地 即是這個黑衣女 黑衣這條女 就應該是白衣 馬尾女 就是長髮女 的同伙 眼界挺差的 OK 好了 這個時候 白衣頭髮女 看到他的朋友 黑衣女 和白衣短髮女 倒地的時候 他就向前 踢勾 白衣短髮女的頭 OK 在這個時候 那個黑衣男子又出現了 就拉走了這個 白衣長髮女 即是媽邊女 簡單來說 兩條女打一條女 對 那條白衣頭髮短髮女 都不是什麼好東西的 因為鏡頭第一 就是踢那個白衣長髮女 踢出馬路 接著 那個男人來勸交 是吧 然後呢 吊你了 那個黑衣女 即白衣長髮女的 見狀就扔手袋 為什麽就扔了我 圈膠藍 好了 黑衣女 和白衣短髮女 扔地垃圾 即是扔地的食品 都掉落地 是 綠作一團 你知道女人打架 男人打架 就綠作一團 最後 好了 白衣長髮女 見狀 可不可以走上去抽取 就踢勾這個 白衣短髮女 是這樣的情形 接著治安警來到現場 就說什麼事 他們就四散 其中一個治安警就上前追截這個白衣頭髮女 一手扯著馬尾 就將他帶回現場 期間大聲露斥 你什麼事啊你 走什麼啊你 拿證件出來 好了 治安警 警局表示 昨天下午12點9 有該局的警員在環琴口岸 澳門口岸區的的士站制止一宗多人嘔鬥事件 期間一名涉案女子想趁機逃離現場 警員立即作為追截 為了防止該名女子繼續逃跑 所以逐著頭髮 作出控制 他就認為初步了解涉事警員處理有方法有不妥之處 局方將會結合事件的前後發生 經過展開調查過程 如果發言違規 將會依法處理 這個就是這樣說什麼 可能你把照片不好看 你問我 有改善空間定不違規 我捉住一雙波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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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事啊你走什麼啊 拿證件出來 你什麼事啊 我也覺得 你什麼事啊 我可以好認識了 我剛剛問我一些懲教署 先生不要打架 先生不要打架 是呀 是呀 我把你整個女生夾人都上車 好了 這一宗又是迪士路 這就不關事的 這些是眼睡 慘了 昨晚兩點多 這些最終眼睡的 這裏我知道是哪裏 阿加勒加 阿麗居 我非常熟悉的 因為我和大家介紹那間 海鮮海膽 舖飛就是在那裏附近的 很多網友繼續去私訊我 其實我都說了 你們上網搜尋Google 海鮮海膽自助晚餐 我想你們都找到 都可能有好幾間 但你再看完價錢 588元 美希 兩位 買送禮貨 即是598元 即是290元一位 就是他 真是好爛爛 我已經是想定了 星期六就沒那麼划算 貴了三幾十元 都划算 那你拘捕不到盡 喂 那時我和我兒子去 我兒子長的時候 一去就知道了 因為我兒子兩三歲 已經吃生蠔 刺身那些東西了 所以現在他嚴血已經有些尿酸膏 你了嗎 因為話說那天 我和我老婆外家吃飯 我老婆的弟弟有個女兒 兩歲多 我外父就很緊張 說不讓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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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那些年輕人 說不讓他吃 說不讓他吃 我兒子 兩三歲 那時我吃生蠔 我兒子真的兩三歲 已經吃生蠔 刺身 要喝汽水 大杯大杯 我最記得有一次他 四歲左右 在紅磡那間 那間 那天 他去廁所 他說肚痛 他去廁所 他很久了 我進去看看他做什麼事了 因為他在廁所門口等他 原來他在裏面跟我叔叔吹水 那時候他只有三四歲 我叔叔吹水 那些 是毛巾那些 跟叔叔吹水 然後拉完出來就又再吃 幾斤 一口生蠔 一口雪糕 一口朱古力豆 氣水 氣水不單止不暖 我都要安排一下 明天如果有空的話 明天我還是有點忙 有些事要做的 如果不是明天我要訂了一晚 訂了一間包有多少次 多少人來 不過他相信沒有兩輪 這間店已經是從來爆到不得了 我告訴大家 不是那麼便宜的時候 400元一位 都是從來一致 每天都爆的 你不訂位是不行的 現在要出到 便宜了再買一送吉 你就知道香港的形勢是去到哪裡了 好了 工人連一架工程車去登柱掛七一的直翻 大家留意 凡親七一、十一的登柱上會有直翻 例如七一回歸、十一國慶等 工人去了升降台 另外多數司機操作升降台的功能在車尾上 升降台的同事上去掛旗 誰知在兩點多的時候 突然有個迫使使智 毫無煞車 收制不及將南工人撞倒 傷者即時昏迷 現在盤骨重瘡 希望沒事 初步調查78歲勝利的司機 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被捕 現在拘留調查78歲 現在來說不是很大 但晚上兩點多 駕駛的士 他有沒有中午睡 就算沒有中午睡 那麼暗黑 暗黑暗黃昏 的燈光 他看到他反應可能變慢了 要去到很近才能感受到有輛車 收車 就收不到 說了不知道多久 不過現在的人長命 老實說 現在 他可能是車主 亦都可能 是 租車來 賺吃的 玩玩客的 而車主 以前也可能不會選擇 現在沒有人租 因為晚上更加 可能現在78歲不算很老 未算很老 未算很老 因為78歲如果你是有做開業的人 都很精靈 但還是危險 如果現在問我 我五十多歲 那天晚上兩點多 我當然覺得OK 但其實 你問心一句 自己問心 我的反應 都跟以前不同了 是不是 很危險 另外 東涌昨天發生火 多麼慘 狗場 突然間 冒火 我又不明白狗場會突然冒火 現在就懷疑是隔壁的工具 防起火 就波及他 幸好 以狗場來說 貓狗場來說 他只有三隻狗 和五隻貓 三隻狗 因為 就在 他這裏寫室內 我覺得應該是寫錯 三隻狗在外面 貓就養在裡面 所以三隻狗就逃過一劫 因為消防又快 但是那五隻貓 就是一隻媽咪貓 和四隻寶寶貓 剛剛出生了一個月 剛剛認識 不用飲料 自己走到那個盤子 吃東西 也找到了 下個月下星期就逐個逐個來領養 全部都死了 沒有辦法 這些真是不幸 我又看不到 例如有六百多隻狗 有四十隻狗 有八十五隻貓 可能是很逼 虐待 又不是那樣 這些真是無常 沒得說 好了 繼續 打架球迫草行動 今天提堂 再押後到9月27日 再信 這一宗 應該是 去年年紀拉 其實我沒有記錯 如果連蕭仲明那宗 可能現在有三宗 是關於香港打架球的案件 這宗真的在審判 現在這宗 四名被告 是29歲的霍賓人 我不認識的 我考慮了 超廣會 甲組魚丸 有個小廳叫 無可默德 有個36歲 現在 效力 港甲 中西區後衛 盧斯安勞 以及 港超 深水埗的守門員 陶俊喬 所以上次 深水埗的最後兩場 都沒有他分 看看他們什麼 操控賽果 霍賓人 首被告 說這個人 多返向 港會的隊友 莊瑪士 和麥美倫 提供 3萬元 及1萬元 的 錢 企圖 讓他們這兩名都是後衛 操控賽果 你會說 那些業業聯課 人家有錢 怎會這麼容易收買 老實說 你這個 莊瑪士 以及 麥美倫 是沒有控告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去報算 他們沒有控告的 然後 你是 給你老母子一筆東西 以及三筆東西 首先 我們現在還未有惡案情 我去估計 2021年10月 他向隊友莊瑪士給一筆東西 有使對方操控 港會 他之後的比賽賽果 不是哪一場 是2021年 2年賽季 那麼離譜 然後 他在2021年11月 一個月之後 再給 莊瑪士3萬元 以及1萬元 意有史 這裏沒有說他們有沒有去擊這個錢 你可以想 他是第一次給莊瑪士 莊瑪士不挖他 港會 大家搞清楚 我們是大台客 從來 是遇工作於娛樂 遇娛樂於工作 很多都是有錢的 這班人 可能是在香港的一些家族 英資家族 或者請回來的 可能是幾十萬 你不知道 IT也有資 你不知道 應該莊瑪士第一次給他一筆東西 第二次給他三筆東西 第二次給美龍也一筆 一筆就是起步 那為什麼要給三筆呢 可能莊瑪士不挖他 上次 給你三筆 意圖 叫他們 總之在2021和2020的賽季 控制賽港 或者某一場 如果肯收錢的話 他一定能賺回 因為你涉及賭球 其實 為什麼大陸人那麼喜歡賭球呢 其實有一個問題 又是惡性循環 就是因為我認為香港球員實在太少錢 他那個搏的機會 有時候有機會成本 這個世界上 如果我賺20萬一個月 很受尊重的 不要說20萬一個月 很受尊重的 很多女兒的 我不用做兼職的 你拿錢來 我當然錢 也不會這麼多 但是 高薪養廉 我還會有一個抗拒 你那個 很嚴重 還有那個 但是現在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很難 好了 於是他打架球 最多就要拉 如果沒有這份工 不是很可惜 在這個抽入來講 你賺到他一千 幾千元 一萬元 不是很可惜 最多就要拉 所以我經常堅決要賭球合法 賭球合法 提升了他們 知名度 收入 水準 最好的話 其實 就沒有那麼容易操控你的 現在為甚麼大陸人 為甚麼會賭這些球 其實 你要記住 賭這些球是有艇仔的 那些艇仔是銷售你 告訴你 唯有這些球 因為 他會銷售你 於是大陸人 會賣去買 為甚麼會銷售 你不容易收買 你不容易收買 他會賭 10皮不夠20皮 嘩 你老母 終於移動了 你想想如果你說我賭10皮20皮的一個月 甚至乎因為有些廣告拍下的又溝中廠熊 現在不是中廠熊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年輕的女兒 就是馮萍影 不是呀 哪個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 柔明啟 40歲那個 姚智玲 不是 姚智玲40多 阿李 李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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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所謂的 救他出來 沒有所謂的 李佳心上個啤梨頻道 我呼籲 好 信心 如果李佳心上來 啤梨頻道 他一定令我們大展紅塘 而且我們一定會永遠 尊重 永遠欣敬他成為我們的當腳快蛋 一定每天都會出場 好了 好了 喂 老實說 我要收賣你太容易了 我要操控賽果也太容易了 那就假波多了 既然是這樣 反正都是賭博合法法 你真是難一點的 他想操控你也沒那麼容易 他不是收賣他香港 或是上面低層別 他收賣誰 德國那些 收賣誰 你的錢也難了 是不是 就算中廠 好 就容易一點的 因為他們在當地 除了錢 還有很多東西 這些 女人也可以 甚麼人也可以 表人有甚麼道理 吃白粉也還可以 家人甚麼你也可以 OK 休息一會